觀眾持續帶您來關心這個威政集團董事長吳明達 他在昨天傍晚5點多的時候 在三溫暖的外面遭槍手埋伏槍擊 這名穿白色衣服的人就是吳明達 他當時呢跟他的司機還有小弟站在三溫暖的外面 而這名槍手呢他就從棋樓一路的埋伏 看到他出現之後就立刻上前朝他們開了五槍 總共呢中了五 總共中了兩槍分別是吳明達的手跟腳 還有呢他的司機的腳也受傷了 這兩人呢立刻被送到了附近的馬街醫院 而由於呢病床不足的關係 他們在晚間也緊急轉院到了台北榮總 而這名開槍的槍手呢是一名彭姓男子 他在犯案之後也到了附近的大同分局零下派出所來報案 他公稱說因為自己是在大同區開咖啡廳 不滿呢被收保護費 所以呢當時經過看到吳明達才會朝他開槍 但是警方當然不采信這個說辭 而由於昨天晚間停夜停的關係 今天將繼續製作筆錄來釐清案情 而這個威政集團的愛心協會也在臉書上 PO出這個吳明達在病床的傷勢照 說這名槍手呢口供這個真的是漏洞擺出 希望說警方持續調查 而根據了解呢原來是之前 吳明達在三年前疑似有教唆去槍擊一名黑幫的大哥 所以呢另一名幫忙居中協調的天道蒙大哥 等到三年後再來朝他回擊嗎 還是說黑幫上有什麼江湖恩怨都有帶來繼續釐清 而關於吳明達的背景 他在年輕的時候還是一名小弟 但是呢他因為射殺了這個北聯邦的幫主 被判處無期徒刑 也因此呢他在假釋出獄之後變成大哥 關於吳明達的更多背景 來看我們的下一則報導 是意外碰到的 純粹是意外碰到的 威政集團董事長吳明達遭人開槍 回顧吳明達混跡江湖過程 出生於台北市大同區 被稱作南新街角頭 年輕時只是大同區小角頭 但1999年吳明達在台北市農安街 槍殺北聯邦幫主唐重生 吳明達從此在江湖上一戰成名 被以殺人罪判無期徒刑 坐牢18年後假釋出獄 吳明達出獄後成立威政集團 專做土地開發 營造政派企業形象 但私底下卻涉及多起刑案 2022年吳明達與理性建商 爆發千萬財務糾紛 當時猛假青山公主委 萬華角頭黃清源也有介入 但吳明達不買賬 認為黃清源多管閒事 後續黃清源公司遭人掃射 而吳明達花了500萬 要兩名小弟槍殺黃清源 沒想到殺手臨陣倒戈 但吳明達不甘心再次僱用槍手 差點引爆黑道戰火 不只如此吳明達也涉嫌透過地下匯隊 將經營網路博弈的2265萬贊款 匯到中國大陸遭到起訴 最終台北地院一遇被殺人 土地群眾賭博判處吳明達一年八個月有期徒刑 就算吳明達多次被逮 但都假釋出獄 即使吳明達努力想洗白 強調自己近年都在做公益 但這回地方角頭遭人開槍 是江湖恩怨來尋仇還是另有原因 檢調也要持續追查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三溫暖店前一陣騷動 一群人衝出馬路外 還有人站不穩就摔倒在地 似乎還有人想要幫忙搀扶 而這起混亂其實是起槍棋案 槍手開完槍後也把路人全嚇壞 封鎖線從店內拉到店外 甚至連人行道也被圍了起來 警方跟見識人員全在現場忙進忙出 這是位在台北大同區的三溫暖店 10號下午發生槍擊案 地面上還留有彈殼 全被警方一一標示拍照採證 槍身大座警方火速趕到現場 進一步發現傷者有兩人 而其中一人還是威震集團的董事長吳明達 他手部遭子彈擊中 而他的司機則是腿部中彈 持槍在現場朝兩名男子射擊 分別手腳受傷 之後槍手自行搭計程車到大統分局 臨下派遣所投案 相關的犯案動機跟犯案的狀況 我們正在釐清當中 吳明達是在地相當知名的角頭 被人開槍後漢司機被救禁送往台北馬街醫院急救 目前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到底案件怎麼發生 根據了解嫌犯是一名彭新男子平時在長安西路經營咖啡廳 疑似因不滿吳明達等人搶索保護費才會持槍埋伏 朝吳明達等人狂開三到四槍 不過槍手在犯案完後並沒有躲避 反而還躲到大同分局的寧夏派出所投案 因此也讓警方懷疑動機不單純 將要進一步調查釐清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欸 擋住擋住 後退 倒車好 看到目標警方衝向前 坐在車裡的紅色上衣男子無所畏懼 跨出鄉行車被壓到牆邊時雙手一攤 他就是這次警方行動的目標 以前南新街角頭吳明達 出獄後成立了威政集團專做土地開發 來 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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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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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月台北市萬華一家土地開發公司 因為債務糾紛被人連開七槍 公司老闆還是青山公的主委 槍手事後咬出就是吳明達花錢買兇槍擊 威政集團還涉及雙北的多起槍擊案 警方將整個集團成員連根拔起 吳明達還被查出涉嫌網路賭博跟洗錢 法院認定他有逃亡 串供滅陣之餘 裁定羈押警戒 是意外碰到的 純粹是意外碰到的 1999年吳明達持槍殺害北聯邦前幫主唐重生 曾經逃到大陸在偷渡回台 結果遭尾捕時警方連開31槍才逼他就範 本來被依殺人罪判無期徒刑 結果關了18年出獄 其實還在假釋期間 開了土地開發公司還兼做公益 雙手核實看似金盆洗手 但其實依舊沒有悔改 這次被捕 假釋恐怕也會跟著取消 東訊綜合報導 還有最新消息 威政集團董事長吳明達 今年4月份被查出花了500萬元買凶 企圖要槍殺青山宮的主委 案件不只在今年被起訴之外 警方掌握了情資 說還涉及了洗錢案件二度被逮 檢方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 連線給記者張兆和 兆和 好 主播群帶來 掌握威政集團的董事長吳明達 在今年4月份收彩花了500萬元買凶 企圖要槍殺青山宮的職位 之後不成就被依了預備殺人罪來起訴 在招保之後 沒想到就在這個月4號的時候 檢警又查到他涉嫌洗錢 立即是請了這些特勤小組的人員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當中 他們是鶴槍實彈來到 吳明達淡水的駐家去 由於怕說會有危險性 所以他們的槍支都是上堂的情況之下 最後把吳明達給逮捕了 我們先來看一段當時的逮捕畫面 這次吳明達會被查出是洗錢的關係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在台北 需要很多的地下賭場 而且他的點有非常多 他平均一個點一個月的收入是300萬元 因此這樣算起來 他每個月的不法金流至少有上千萬 由於這些是不法金流 他沒辦法進到自己的帳戶 所以他開始用地下會對的方式來洗錢 他把錢從台灣洗到中國去 而且對上竟然是同期團的副董事長 而這名副董事長竟然也是深背了 五條通緝的一名嫌犯 那至於現在未來這個金流未來要怎麼樣去查 也是檢警的一個偵查的重點 至於吳明達的部分 在昨天檢方也已經申請了羈押警戒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軍情席 把閑禁頭還給彭內卓博 來 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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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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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衣行警看到要逮的目標出現 衝向前當場將車內的嫌犯拖下車壓制在地 同樣鶴槍實彈來到黑幫據點打人 警方一口氣逮捕多人 其中這名態度從容的男子 是大同區在地角頭 也是威震IC協會的創辦人吳明達 警方查出 他是四月底問華槍擊案的幕後主持者 二十年前陳槍殺時任北聯幫主 唐重生登上新聞版面 這是意外碰到的 純粹是意外碰到的 當年案發後 他逃到大陸返台時遭到圍捕 強壓車行老闆當人質 警方開三十一槍打中他臀部 小腿才就得 後來被依殺人罪判無期徒刑 關了十八年 六年前假釋出獄 經營三溫暖 並且從事土地開發 兼做愛心工藝 平時常PO出做慈善的照片 警方指出他與萬華青山公主委 兼在地黑幫團體 方命館領袖黃清源 疑私有千萬金錢糾紛 今年二月就曾花五百萬買兇 要殺黃清源 當時槍手返回落跑 四月十再拍小弟去開氣槍警告 小弟自行投案說法必重就輕 警方追出背後內勤 在全台多地大動作搜索 還查獲毒品 依12人恐嚇組織犯罪等六項 將11人送辦 台北地震署訊後 預令吳明達100萬元交保 除了否認犯案 吳明達強調自己 這幾年都在做公益 懷疑有人想害他 這說法有待司法釐清 另外遭到宣押的良性 及兩名流性嫌犯 經過台北地院漏夜審理 都被收押警戒 關心我是社會中心 SNG小組在台北報